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观厂商代表共同宣布 彰化县绿能产业策略联盟成立 一起打造彰化成为台湾绿能文化智慧首都 我们彰化县的外海2300平方公里 海域的海深不到50公尺 是我们建制离研风力发电最佳的一个场域 成本最低这是我们地理的优势 那我们气候的优势是我们彰化县一年四季都有风 所以啊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以外啊 我们彰化县的日照也是全国最长的 那我们海洋能发电的效率也是全国最佳的 所以我们彰化县得天独厚上天是给我们这么优质的风光的一个场域 所以彰化县政府要跟中央来配合共同来发展绿能的产业 我们希望啊配合中央在2025年达到飞和的家园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风力的以及太阳能的国外的厂商 以及本国的业者啊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论坛 彰化县现在的一个整个太阳光电是大概全台排名第五大的一个设置量 那事实上还有很大的权利 那我想我们彰化也是一个农业跟工业的大限 那农业的那个相关的一个废弃物所形成的早气发电 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促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素底下 彰化县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的伙伴 彰化县绿能发展愿景论坛 邀请国内外绿能厂商专家学者 学术单位中央及政府代表提出发展建议 沿提彰化县绿能发展愿景 推动彰化县绿能再生能源利用 创造双赢合作模式 未来彰化县政府更计划成立 彰化再生能源电力公司 造福县名增加彰化县收益 公益频道张华云张华采访报道